《天堂最美是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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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進到慈祭裡面的時候 剛開始是由我們草原有一個大愛媽媽 從那邊開始 因為我對小朋友講故事 這個領域我非常有興趣 就跟秀美師姐我們兩個 一起來承擔這個大愛媽媽的部分 有跳過嗎 有 有對不對 在大愛媽媽進入校園講故事裡面 我學到愛心 耐心 這種教學的方法 我把它運用到我們社區的長輩身上 要講話 年紀又過了 八十年 阿伯都這樣來好了 那社區的長輩 他們養成八九十年的習慣 所以當初在跟長輩 引導用餐的平常的一些生活習慣 他們都不能接受 那我就跟他們說 我們上人有一句禁詞語說 名字好不如習慣好 如果我們不好習慣 我們改善 習慣好 我們人就越來越好名 所以他們聽了就非常的高興和接受 我是覺得很欣慰 我在慈激的路上呢 我當初就有發願 生生世世 要做善人的好弟子 我會盡心盡力 希望在社區接引更多的人間菩薩 讓這個善的循環一直延續下去 也期待說 我在慈激的路上是轉不退轉 能夠精進再精進 謝謝